黃耀文議員 涉及的範圍,包括工商事務、經濟發展事務、財經事務、創新及科技產業、廣播及電訊、海運及空運 有幾個部份和我都有點關係,我接觸得比較多一點 當然,今天我第一個要講的就是想講一下民航處 也有些議員提修政案與民航處有關的 例如削減民航處的有關運作開始,前聯預算也有,減兩個處長人工也有,等等 我就是帳目委員會的委員 對於民航處 在帳委會 我們舉行公開聆訊的時候,牽涉到民航處的 關於總部大樓那種 烏煙瘴氣 以及空管系統 延估了很久,浪費了很多錢,然後得物無所用,到今天為止 都沒有辦法啟用 在上一次的公開聆訊之後 將委會出了一個報告,強烈譴責民航處處長 羅崇文換忽職受 但是我們香港的制度,這些公務員是不能解僱的 你說 主席 我不利用這個所謂的財政預算案 在這個三讀之前的全體委員會提修政案去減据人工 或者租質他,或者鞭撻他,或者在這裡譴責他,那我還有什麼機會 去為香港市民出氣呢?請問 他快要退休 還有幾個月退休,就拿成千萬長縫 然後每個月還要七萬元,好像八、七萬,九萬 真的 有沒有天理呢? 他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的,這個公開都不見多少錢呢? 民航處的總部帶樓出現那些烏龍的東西 全部都不用負責的 然後運房局出現在走了 他就說內部我們會做一些 處理 那處理什麼呢? 眨眼又 一兩年了 民航處的主要職能 特別最近關於國際 機場那些 醜聞、安檢 保安系統的漏洞等等 我們更加擔心這個空管系統 我們自己都親身去看過他那個新空管系統 當時我們很關心 好了 你延遲了那麼久 我們在公開聆訊就已經什麼都說了 如果你拿一份這個帳委會的報告書 是不是 就很清楚了 再不是就看回這個審計處那份報告 有關這個空管系統這個部分 大家看完就是一額汗的 香港那個國際機場是一個國際航運的樞紐來的 是不是 先有這個空管系統 就是 新的空管系統 延遲了一段很長的時間都用不到 接著用的系統是不合理的 好了 既然又有 良 良士家族那種大膽妄為 在機場那裏 弄個大的洞出來 又是不用負責的 大家對機場那個 安全 大哥 人命關天啊主席 你坐飛機你怕不怕 那個空管系統我就怕 真是一額汗的我們去看過 是不是 在這個帳目委員會 出了一個報告 有責成有關當局 要跟進 接著這個張炳良就說 我們會委任一個 顧問公司 去做這個研究 接著要我提口頭質詢問他的時候 他還要在我跟進問題的時候 他才心不甘情不願告訴我們 找了哪間公司 那間公司是說國籍的 連公司名字都沒有 接著我們又給他信 張委會又要他交代 接著再爆發的就是 這個民行處長 又出來說 那個空管系統 現在又要分歧什麼 說一大堆廢話 於是我又寫了一封信 我寫的 我要求張委會 再問他一次 那張委會又在談 我們自己閉門會議都在談 就想了個處理的辦法 那我因為閉門會議 那我不在這裏說 所有這些東西都跟他有關 跟文學處有關的 那當然提減的薪金 你又減掉了不行 那就算了 沒所謂 你都反正還有這兩三個月 熬完這波你都下班了 現在你做的事就是幫 下屆主席做的 他就可以像你那樣照版煮碗 是不是 那你比較有政治智慧的嘛 我想不到下一屆的立法會主席 一定是建制派 找一個人可以取代得到你 所以你現在真的算是 用心良苦做好一些東西 有個版 等他下一屆 立法會的大會主席可以照版煮碗 就是你的壞事都做完了 那他繼續做你的壞事 沒有更壞就行了 是不是 那 那麽大條道 那麽大條道 曾主席 做下去的這些是 你都算真是 老謀心算 就是講講 現在這個財政預算監 怎麽叫拉布呢 是吧 五月十一日投票啦 拉什麽布呀 拉命就有 拉柴就有 拉什麽布呀 大家在這裏講講講講那幾個人講 拉什麽布呀 你買長毛現在算不算拉布 最初因為前民腿有保障提出 哇那麽那麽那麽搞得慶合合 現在 你看 給你搞定了 唉 可能你帶著矛盾去旅行 跟他講點數 真是 現在想想想 陰謀論出發 胡議員現在講的跟民航處有什麽關係 現在講民航處長的主要職能呢 就是執行民航條例 包括為香港 一講你你就不喜歡的 包括為香港飛航情報區內操作的 飛機提供航空交通管制服務 當有飛機出現這些所謂緊急情況 或者發生意外的時候 負責協調搜索 和救援行動 這個是民航處的工作 我剛才提出那個所謂空管系統 我不知道主席你了解有多少 我們開了幾次公開零稅後 發表了一個報告 我們個個都一壓項 大家很緊張 究竟何時可以啟用 啟用的時候會不會有問題 他用了十五億扣置的新空管系統 那個延伍接近四年 延伍啟用是四年 是不是很可怕 民航處長羅崇文在去年三月十一日帳委會的公開聆訊之中 信誓旦旦旦告訴我們 這個新空管系統 就會在本年 即是2016年的上半年 全數啟用 但在2016年的三月二十四日 去到立法會的經濟事務委員會 討論這個新系統延伍的事件的時候 民航處又改口 他說本年六月 就開始分階段啟用 原本就說 在今年的上半年 全數啟用 我指出這一點就想告訴大家 是靠不住 信不過 實死得 社包單 現在 這個六月都開始不到 還要分階段 原本就說上半年全數可以啟用的 這個是民航處長 就是 在這個 三月十一日帳委會公開聆訊裡面說的 去到三月 二十四日就改口 就是因為這樣我就寫了封信給帳委會 就要求主席 再召這個民航處處長來 我們再開一次公開聆訊 問清楚 這件事 但是立法會 我們在這裡談的時候 法律顧問就說 以前沒有做過 行不行呢 現在又在這裡談 我們就開了一次會 內容就不說了 就是說我們都要追究 到底什麼叫分階段啟用呢 有些飛機是用舊系統控制的 另外一些飛機是用新系統來控制的 是不是這樣呢 怎麼分階段呢 又說不清楚 1998年新機場啟用 涉及整個機場的搬遷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搞到一鍋譜 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這個新空管系統 你說從今年6月開始 分階段 分多少個階段呢 什麼時候可以全數 全部 就是啟用呢 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追究的問題 所以今天借這個機會 我在這裡也可以說 因為 其他人沒有我這麼熟的 OK 關於這個空管系統 但是你有經常坐飛機 是不是 下次又不知道跟誰矛盾去旅行 是不是 我說給你大吉利是 Touchwood 有什麼冬瓜豆腐 是不是 那誰負責 當局呢 又跟這個文行處 就是一樣 一個謊話 蓋一個謊話 今年3月運房局 就提交給立法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的文件裏面呢 就出現很多誤導的成份 張冰良走了啦 這一部分 其實都跟他有關 文行處 是不是 他沒有跟經濟事務委員會的議員解釋清楚 而且越描越刻例如 給我舉例 他說全世界主要的機場 都是採用那間公司的空管系統和產品 實際上這個所謂AT3空管系統 曾經使用的國家是寥寥可數 我們在一個帳委會裏面 已經過得清清楚楚 在一個公開聆訊那裏 是不是 他竟然夠膽去到經濟事務委會 繼續說這些東西 你說這個政府是不是真是 真是PK到不得了 是不是 這樣都可以 騙人的 喂 誰可以騙的 在帳委會裏說了 是不是 審計處的報告又出賣 是不是 喂 就算說印度德里機場 都是用的 不過是AT3的軟件 不是系統 這個也是在帳委會裏面說過的 現在的德里機場已經考慮棄用這個系統 所以在這所謂雷神公司投標之前 全世界 都沒有所謂運作良好的AT3系統的實證紀錄 竟然你繼續要向經濟事務委員會 在這裏誤導立法會議員 然後那班人有夢查查 因為大家是不做功夫 是不拿帳委會的報告來看 不拿審計處的報告來看 這個真是知事體大 延遲了四年 你知道問題有多大 這一套空管系統你拿這些錢的十五億 基本上是投入鹹水海 更加荒謬的就是還要貼錢給他 他延期你還要貼錢給他 那份合約不知道怎麼簽的 當時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這份合約 如果你稍有做功課的議員 你現在經濟事務委員會在這裏側貼 結果要由我們出售 我必須要指出 因為這個新系統的延遲 啟用 香港政府每年要給多二千萬維修 和保養費 每日平均是五萬五千元 根據當局和雷辰公司的標書第七章 那個所謂delay 那個部分 這個第一期的ATMS 每日延遲的罰款額是五萬二千一百九十元 延遲的罰款額比維護費還要低 香港政府就是為了 標商延遲交貨 每日還要倒貼幾千元給他 你天下間有這樣的事 有這樣的合約 你聽過嗎 是不是 經常做冤大頭 等於那個港豬號大橋 超支幾十億 這個高鐵 超支成二百億 給啦不給就爛尾的啦 拘捕你給 接著 那些所謂 維護工人利益的工賊 就大聲聲說 哎呀那些工人沒有公開呀 九五答百 你看一下這些數 所以 這個民航處 是不是應該打罰呢 這個處長 主席 昨天我們開保安事務委員會 講機場保安問題 跟他有關的 找個助理處長來 這個民航處長不見人 這事我說了一句 我問一下葉國謙 保安事務委員會 主席死了在哪裡 跟著他罵我 你應該問他去了哪裡 不是死了去哪裡 拿這麼高的工資 搞壇這樣的事 一窩窩 然後退一窩 你這個新局長坐在這裡 你聽著 是不是 做局長真的很過癮 是不是 更加 他那個是民航處長 公務員 又不用解僱 你的局長一樣是 香港的 所謂的問責局長 就只有 升官發財 沒有問責下台 很淡定的 那些民航處長 首長級官員 也是 你想想 拿成千萬酒頭 話之理 是不是 想著 有沒有貪污成份 都未知 有沒有利益輸送給雷神公司 都未知 互相輸 喂 誰知 你又不會查他的 是不是 擺明是ICAC的案子來的 這個空管系統 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ICAC是應該根據 帳委會的報告立案調查 是不是 怎麼可以這樣呢 你新系統延遲啟用 這間公司由一邊收取香港政府的維修保養費 是不是 好了這個舊系統每延遲一天 雷神公司每一天都要多些錢 都是這樣的事都會發生的就是民航處 主席 這些荒謬的現象 喂 就是一個這樣的政府 是嗎 其實 很早之前 這個審計署 沒揭發這個 新空管系統問題的時候 根本就已經是 有些傳媒 就已經是踢爆了 想著跟著去查 這個新空管系統的問題是很多的 譬如 在進行測試期間又試過跪低 是不是 總之 過去很多次測試都有問題 我在帳幕委員會公開聆訊的時候 就要求 提出要求 政府為殘缺的空管系統 設立一個死線 止蝕離場 重新招標 當然說這些 也是不合聽的 當然不會接受 是不是 是不是 難尾 找過另一個 前面那些 那現在前面的十五億 已經放到鹹水海了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人 是不是應該要叫他早透呢 郭家麒議員 回答 進行 去